各位好,现在为各位介绍的是Python里面的函式设定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 写一个函式呢,让我们的程式用起来越来越好用 什么叫Function呢,在数学上我们大概就是 透过一个函式呢,你给他一个数字 他做一些计算之后把值回传给你 举例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这边有一个Gofx的Function 那他的计算是x的四次方除以4 去减掉x的三次方除以3 再去减掉3x的平方 那在数学式上是这样子,你只要把它给 定这个x的值,然后呢就可以 可以透过计算,得到你要的结果 好,那比如说我们在这边 给定这个Gofx呢,把6呢带到x里面去 那经过计算之后,你应该会得到一个 这个值呢是144 那写成这个 Python的函式的话 他的写法就是 Def 他的单字原本是Define Define 那在缩写的部分,我们就是用Def 后面给上这个韩式的名字 然后括号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程式语言里面 不管在C或C++或者是Python里面 你只要Define一个Function或者是Messor 在不同的语言里面,好像Java 他把韩式呢 称之为Messor方法 好,那不管怎么样 总归这类的方法 或者是韩式呢 做法就是一个名字 后面要加一个括号,这种都叫韩式 好,那你未给他之后呢 Return一个值,那各位只要把 等号右边这边的数学式值呢,写成程式码 那x的四次方在 Python里面的写法就是x 然后两个新号 两个新号在Python里面,他算是次方数的计算 所以x的四次方 除以4.0 减掉x的 这个三次方 除以3 减掉3 乘上x 两个新号2 那各位可能会 发现说,后面这个3 一个新号 然后一个x 两个新号x 这边的算法会是3先乘上x 在 得到结果之后再算平方呢 还是说平方 平方会先做 x的平方做完再去更三乘 在我们 之前的影片里面曾经介绍过就是 在 运算符号的这个优先顺序上面 在一个指令里面 两个新号算是次方数,所以他会先算 所以后面这个呢,各位会发现他其实是平方先做完 x的平方先做完,再来才轮到做乘法 所以 这样子的写法并不会产生错误 所以x的平方 去乘上3 写法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是呼叫 这个g 这个韩式 括号6呢,就代表我把值位给他,他就会跑来 第一行这边把6带进来,然后开始做运算 第二行经过运算完之后他会return return就是把 值呢返还回去 那返还的结果 内容呢是来自于 return后面带的东西 就是这个式子 所以算完的结果呢就是 144回传到这边 然后第4行print的部分把他印出来 那这个是针对数学式子上面我们的一个 写法 用python的方式来写,大概就是像这样子 好,那 接下来就会问到说我们为什么会需要 透过写方程的方式来让我们的程式更 简洁 好用 好,那我们在 需要设定 方程的时候呢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 假设 你的程式码里面有很多段 很多部分的程式码是一样的 他的程式码是一样的 可是你要写很多次 那像这个呢,你就很适合把它收集起来 变成一个函式 然后呢,透过呼叫的方式呢 去呼叫他 他就可以把他印出来 或者做计算 那这样子可以节省你的程式码的长度 再来就是方便阅读 好,那再来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 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是透过打字来写的嘛 所以 难免会有时候打错字或者用错语法或者放错位置的一个情况发生 可是假设我们今天在程式码里面有五六个地方或者 很多地方呢出现有同样的这个程式码的区段 假设我一个地方打错 那是不是有可能其他地方也跟着错 即便其他地方没有错 你在 检查的时候你变成是 这五个地方你可能都要重新检查一次 因为同样的程式码你在这个地方有用 别的地方也有用 所以这个地方错了 难保别的地方不会错 因为当初 你在写的时候 可能是用copy paste的方式贴过去 所以很有可能你这一段错了其他地方也是错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你总是 这五六个地方都要重新检查一次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是把这一段呢抽出来写成一个函式 那是不是意味着 你这个地方错 你只要修改这个地方所有的 有呼叫到他的就会跟着修正完了 所以这是在写程式的一个好处 如果是重复的call 我们把它整理起来 那一来呢方便阅读 再来呢是 方便怎么样 就是 除错 修改 这是他的一个好处 那这边也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你把它写成函式的话 其实在程式阅读上面是比较容易阅读的 假设各位去看 一段别人写的程式码的时候 你通常是一个指令一个指令往下看然后去理解 开发者当初的一个思考逻辑是什么 所以你每看到一段的时候你就重新思考 结果你看完之后才发现这段其实之前就定义过 然后往下读又有个地方你又重新理解 后来又发现他是跟别的地方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会形成说 你花了很多时间在重复看同样的程式码 一个系统里面 假设有很多地方 他不是用Function来写 那你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他 所以写成这个Function的方式呢其实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好 那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当你把这些 同样功能的或者是同样做法的这个 程式码呢写成函式的时候 那在Python里面他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把它整理起来 整理起来之后 同样 同一类的这种功能或属性的 函式呢被收集在一起就比较容易做成 这边叫做模组化 模组化那模组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把它写成一个package 写成这个 一个档案里面他有很多函式 然后你把它包装成一个 模组的这个方式 那未来你在使用的时候他的重复可用性就很高 因为你只要在 未来开发的系统里面或者 需要 去使用到这些 函式的时候呢你去import这个模组就可以了 就把它引用进来就可以了 所以 刚开始开发也许很累但是后面就越开发越轻松 为什么 因为你的模组呢已经逐渐被建立了 所以你只要去import 你用得到的这个 函式呢基本上他就可以很快速的 达到你要的这个目的 完成你要的功能 那再来就是说这样子的好处呢也方便你的这个 一起开发的同仁呢或者是团队成员呢 很方便的可以去看你的程式码理解你的程式码 那 更进一步呢可以做到 互相 这个查看程式码有没有错误的一个情况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在写韩式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到的 那写韩式的时候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的韩式名字要怎么命名 这个是蛮重要的 那刚刚的范例里面我们我们用到的这个韩式名字是用g g 那为什么用g呢因为我们 在数学式子上他就是用g of x 所以对应到这样的需求所以我们写g 那事实上你在 写系统开发的时候呢 你要用到的韩式呢最好是有意义的 你不要用这个ABCD这样子或者 一些比较没有意义的命名法 这样子其实到最后不知道这个韩式到底在做什么 好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必须要为这个方形的设定一个名字 那通常呢是一个动词或者是一些 名词 把它组合起来形成的一个 韩式名字 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去 接收 你要知道他回传的资料形态是什么 如果说你在命名的时候呢可以用比较良好的这个命名方式的话 浅显易懂 那大家在 使用你的韩式的时候就会更容易理解 怎么样去呼叫你的韩式 好那再来就是 要知道说我们要 是不是要传递一些资料 给这个韩式 那韩式呢才有办法帮我们做后续的动作 比如刚刚的g of x 我们要告诉他 这个韩式呢 要给他一个值 告诉他x值是多少 他才有办法计算 所以你在定义这个方形的时候呢 要去 整理一下 这个韩式呢 我要传什么资料给他 我们称之为argument 参数 了解这些argument之后呢 你才可以在设计程式的时候 把这些需求呢一并设计进去 好那再来就是 这个韩式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你要把这个步骤呢 厘清 然后呢 设计在你的韩式里面 所以他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他的 运作的purpose 就是他的 输入是什么 他传入的argument是什么 那你做完之后的 过程呢 你在做成 你在程式撰写的过程是要完成什么样的认入 要很清楚的定义他 好再来就是 城市执行完 这个韩式执行完的时候 你要return什么值 回去 有的是需要回传 有的是不需要 所以你要去搞清楚你到底 这个韩式呢 他要做什么事情 做完说要不要回传值 那回传的资料形态是什么 也要说清楚 这样子呢 在 使用的时候才知道说我接收的是什么 这样子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透过实际的 展示呢 让大家了解 韩式的这个撰写方式 好这边我们来 写一个 翻例程式 跟各位介绍一下韩式的一个写法 好假设我们 建立一个demo1 然后呢 我们 define 我把字放大一点 各位点左下角的这个设定啊 setting 打开之后呢 你只要去 这边 你打Font FontSize 这边呢有这个字形的大小 这字极啊 你要用哪种字形 再来这个字的大小 你可以把它设定大一点 假设你的荧幕解析度很 很高 那你 字希望大一点 那你改完就好了 不需要存档 因为他 直接自动存档 假设 define一个 一个韩式 叫做print name card 假设这是一个 列印你的名字的一个 这个韩式 那我不需要传入任何纸 他就可以帮我 印出我的这个名字 好所以 define之后呢 后面要加冒号 然后底下才是你的这个 程式码 比如说我们print 好那我们希望先印一个 间隔 间隔符号 好所以我们就有两个简号 然后乘以比如说我要 显示10次 好那再来呢 因为我上下都要有的话 那我就 复制一行 然后再来呢我print 比如说 我的名字 是这个 这样子 永正周 然后再来呢第2行 假设我要显示的 我是在哪一个单位服务 所以我就 比如说iSchool 然后呢 AITA 风甲大学 好了完成之后呢 假设我还要显示一些 东西比如说print 然后呢这个 比如说网页 这很简单 好那打完之后呢 反正我就是要显示一些资料而已啦 就这样子 好可是你还是写完之后 你直接执行他不会有任何结果 因为没有人呼叫他 没有人呼叫他 所以我们在这边 假设 Python3 这个是在 Mac上然后 如果你是在Windows上就打Python就可以了 然后执行我们的 档案 你发现执行网完全没有任何东西出现 因为没有人呼叫他 那怎么呼叫呢 你只要在这个 韩式外面 任何地方你去打一个print 因为你要呼叫他 所以你就print什么name card 那因为你是呼叫韩式 所以你必须要加括号 这样才有呼叫他 然后呢存档之后 我们再执行一次 他就会显示这样的内容 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 这就是执行的结果 那这个韩式在 使用的时候呢他就是直接呼叫他这样子就好了 不用额外再加什么指令去去去做 因为他 本身里面就只有print而已 所以假设我今天又做了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这边又做了其他的事情 然后呢 我们随便打 就是只是做一个sample 这样子 这边把它改成endend 这样子 好那print的括号里面什么都不给的话 他就是代表换行的动作 那就 做完帮你换行 然后底下我们假设再做一次 print print name card 然后再加括号 好那我们来执行看看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程式执行起来就会变成像这样子 就是python3 我显示一个name card 后面显示name card 那中间做一些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经过韩式呼叫之后得到的结果 那如果说你今天 不是用韩式呼叫 啊 我们来看一下使用前使用后啦 如果你不是用韩式呼叫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Vscore里面有一个好用的功能啊 就是分割画面 各位把它分割起来 那这边可以选刚刚的call 好左边是我们刚刚用韩式的那如果你不用韩式的话 你的写法会变成是像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假设我现在执行是针对刚刚的这个 档案 得到结果会跟这个我们有使用韩式的一模一样 所以如果说你不用韩式来写 你会发现你的程式码非常长 而且假设我今天发现我这个打错字了 比如说我这个 这个打错字了 再加一个东西 那我就是你有几个地方就加几次 这几个地方就加几次 所以 韩式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他可以方便的应用在你任何需要的时候直接呼叫就可以了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 好一个范例题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范例题 这个呢是在做 这个 组合计算 好我们来看这一题 这一题的题目应该不难理解 Cm取n Combination 所以用C来代表他的这个 几个 韩式 好那Cm取n的意思是说 假设我输入86 第1个数字是m 8 后面的6呢是n 所以我要在8个里面取6个有几种 取法 假设这里面的元素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有8个 举例来讲我 这个小队里面 有8个人 我这个小队有8个人我要挑6个人去执行任务 那有几种挑法 就是这样的意思 好那他的运算是就是 分母呢 分母是n nj 然后呢 乘上m-nj 分子呢是mj 所以在刚刚的输入里面上面就是8阶层 分母呢就是 6阶层乘上8-6阶层 好那阶层的意思是什么这个 金探号 m 金探号的意思就是做阶层计算 比如说 8阶 意思是8乘以7乘以6乘以5乘以4乘以3乘以2乘以1 到最好所以从8开始一路乘乘到1这样子 这就是 这个阶层 factorio 好那如果说 你今天要做这样的一个函式 好那我们解这一题的话要怎么做 来看一下 好那首先呢我们当然要 收到两个 这个资料 比如说m 跟n 然后他的指是来自于 我们先用map int是 我们把字串 收到之后呢做切割 切割完 切割完之后每一个资料呢都透过 资料形态转换的方式放到前面的两个变数m跟n 那要套用哪一种资料形态就是这个int 这个之前我们的影片有讲过 好那对应过来之后我得到两个整数 分别是m跟n 好当然如果你仔细一点你还可以判断一下 if 你的m 大于等于n 这样才是合格的嘛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做 这个 相对应的事情嘛 做什么事情我们才开始做 m m阶层嘛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要print什么 print error input 告诉使用者说你这样子输入是错的 好那我们要做计算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几个值会先算出来比如说 我针对 m阶层 得到的一个值 好 然后呢 我们除了m阶层之外还有 n阶层 还有个m-n阶层 好那我们要计算的话就是for 然后呢 i in range 那这range里面要怎么写 我们知道阶层是从m开始 m乘上m-1乘上m-2 就以此类推 所以我们就会从 m开始对不对 然后呢一直到多少 到1之前 1之前所以到2就好了 1为什么不用乘 因为1再乘下去还是跟自己一样好所以等于多做的 那每一次都要递减 所以-1 好那里面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就用factorio m的值呢乘等于乘等于i是不是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计算 好那这样子的写法 可以算出m阶层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要干嘛我们还要算出 n阶层对不对 所以这边有n阶层 所以这边改一下n阶层 好再来还有谁 m-n阶层 m-n 对 m-n -n 好那我分别得到了三个值 最后呢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当我这些运算完之后我们把它print出来 print什么 我是不是 分分子是什么 m阶层所以他的只是来对什么 m阶层这个刚刚算完的 去除以什么 n阶层乘上 m-n阶层的值 再分母 好那算出来呢他会变成是小数 那在这边的输出我们是整数 所以我们要把它转换成int 所以再加一个int的这个 函式去转换他 这样子 好 那 写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输入8跟6 得到28 答案是对的 好那我们试一下假设我输入6跟8 我6个取8个根本不合理 所以这时候应该出现error input 好那再来我们 比如说12取7个是多少 792 好那各位可以去 验算一下这样子的做法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c m取n的一个结果 可是各位发现这三段好像是 这三段都一样吗 做阶层验算这几个是不是都一样 唯一的差别在哪里 你带的范围不一样而已 因为一个是算 m阶层一个是算 n阶层那另外一个是m -n阶层 所以差别就只有这三个input而已 唯一的差别就只有这样 那 我们可不可以利用function的概念来整理他 所以我们就用 韩式的方式来整理他 好那我们怎么整理呢 我们再开一个档 好一样的我们用切割画面 我们做前后比较了 好那 我们在这个 上面 我们把韩式都define在上面 define 一个function 好那这个function我们就com 我们再算factorio 好那这里面有一个input 假设是v1 那韩式的命名后面要加冒号 接下来做什么事情 我把其中一个call过来 贴上去 然后呢这个in这个m是不是等于什么 v1 然后他计算的时候呢 这个我们假设给一个叫result 一开始为1 ok 好然后这边就是变成是result在做计算 好result呢乘上这个 i 连乘 乘完之后呢 做完forward圈我就把 return什么 我们是不是return这个result就可以了 好那这个韩式是就完成了 好那有了这个韩式之后我们 原本的程式码要怎么去 因为很多都很多用不到了嘛 像这几个就都用不到了 对 然后这个也用不到了 就删掉 好那 这边呢 我是直接用 print 然后呢print里面用韩式呼叫 比如说factorio括号 我们把m丢给他去做计算他就会告诉我他的结果 然后接下来这边呢 一样是factorio然后括号里面把n给他 然后后面是什么factorio括号什么 m 然后呢-n 好那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做完计算了 那不用像刚刚写左边这边写一大串 但是问题是他这结果是对的吗 结果是对的吗 我们试试看 好我们一样输入8跟6 得到结果是28 好那如果说我们这个c8取8 应该是得到1 8个人要 派8个人出去 执行任务 那只有一种选择 对吧 所以应该 不难理解 这样可以吧 所以这就是一个 透过韩式撰写的方式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 你透过这个韩式 就可以得到 这个把左边的这些扣呢 缩减的一个好 好那除此之外呢 假设 这样子的 指令呢 在很多地方都会用得到 那我可不可以再定义另外一个韩式 这个韩式叫做combination 然后从combination再去呼叫 Factorial 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这样的程式要怎么写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是最原始的 好然后这是demo 4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 我们说要把combination呢 也做一次 做设计成 设计成这个 Function 所以我们这个 这边define一个Function 叫做combination 好那括号呢 里面我是要 输入两个数码 因为你要做combination 你总是要告诉我 至少两个数码 m跟n 所以我们就是 m在这里 n在这里 好然后进来呢 他做什么事情 他就return return什么 就这一串 本来你写在 print里面的这一串 我把它放到这边来 第3个 程式 好那这3第3个程式 中间这个 就是另外一个韩式叫做combination 然后combination过程呢 他必须去呼叫什么 Factorial上面这个韩式 所以韩式里面可以不可以去呼叫别的韩式 可以 韩式彼此之间是可以互相呼叫的 是可以互相呼叫的 在输入的时候呢 你只要输入什么 一样是m跟n之外 接下来你就判断你就直接呼叫什么combination 然后括号把m跟n给他 这样就可以了 好我输入8跟6 他就可以得到28 好所以 从我们刚刚的介绍 我们一开始呢 跟各位介绍你呼叫个韩式呢 不见得要传参数给他 你就直接呼叫他他就帮你做完了 然后再来是有给参数的 你要告诉他你要丢什么参数给他他做什么事情 那做完之后呢他可以回传 那有没有那种不需要回传的也有 也有 比如说你要做分隔号的列印 你要做分隔号的列印 用一个范例来跟各位介绍 这是我传参数但是呢我并不需要他回传资料的范例 比如说define 一个print 假设是这样子的一个韩式名字 然后你输入一个n过来 然后我做什么事情我其实就是print 一个什么 区隔区隔符号了 我们要 显示区隔符号 好那几次呢我就n次 就这样子的一个韩式 ok 好所以 接下来呢 你在呼叫他的时候你是不是很简单你只要 print sep 然后括号 比如说我要给他5次 3次 8次 好假设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就可以去做什么 这个其实不太有具体意义但是我们是在展示说 有一种韩式的写法是 你呼叫他你要给他参数但是他不需要回传的 不需要回传的就像这样子那你这样子就可以得到你要的结果 好所以这个在写程式的过程之中你要先清 搞清楚你要 处理的对象是什么那这些东西把它集结成一个韩式的话 那应该要怎么样去整理 那到底要不要传参数给他需不需要去 接收他的资料 然后做后续的处理 这些都是需要去做设定的 好那有些时候呢他回传的会是多个资料 多个资料 好那我们 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 假设我输入三个数字 输入三个数字 然后我会固定回传两个 好 输入五个好了我输入五个数字随便输入 然后呢我固定会回传两个字 一个是maxima一个是minima 假设我要做这件事情 我输入好比如说 我这个韩式呢叫做find 寻找什么maxima跟minima 好那我有五个数字 v1 v2 v3 v4 v5 这样子OK你要给他五个数字 接下来呢你就去找maxima 第一次比较完之后 接下我们比谁 maxima跟v3 v3 v 然后呢 maxima跟v4 v4 v 1975跟v5 vb OK好那有了这个maxima 之后还有minima 那一样的就是 其实可以缩减了一开始就是这样子去写他不需要 再定义 好了 一开始的这边 V1 那这边是V1跟谁比 跟 V2比 V1V2挑小的放到minima value 然后呢再来是minima value 谁比 跟V3比 然后呢 再跟V4比跟 V5比 好那这样子你是不是就得到Maxima的这个 Value跟minima的Value 这两个 好那return的时候呢 你就把Maxima固定放在前面的话 然后 minima 写在后面他就会回传这两个值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 从使用者这边我们输入 几个值 5个值 所以我们就有V X1 X2 好有5个他那值来自什么 Map 括号 int input 括号 然后呢 好我把使用者输入的5个数字转换完之后呢 Map 叫int 然后对应到前面这5个值 那有了这5个值之后 我们就 我们要两个数字去接他 比如说Maxima的 然后minima的Value 他等于什么 他等于什么 我们去互叫find Maxima跟minima 括号 把谁丢进去 X1 X2 X3 X4 X5 好你把这5个丢给他之后 接下来就print什么 分别是Maxima的Value 还有minima的Value 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执行看看哦 好那我们要给他几个值啊比如说 123455个值了 Enter 好Maxima是42 最小值是-5 这样可以吗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在 接收资料的时候 你要看看 你的函视会回传几个给你 对应的也要一样多个 如果你少了 如果你少了 你在执行的时候就会出错 他就告诉你接收的部分少了接收者去接收 所以没有办法去接收到小的值 因为你 只有一个变数你要接收他回传的两个值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会出错 所以在写的时候呢 你务必要去理解到 即便你今天是拿别人开发好的函视来用你还是要知道他的这个回传 变数有几个 变数有几个 那你要去接收他 这样子才能够去正常的运作下去 你可以接收之后不用没问题 但是你不能接收的时候没有 这些变数去接收他 那这个就是在韩式上面的一个写法 提供给各位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